9年苦恋 是否无果而终 要孩子的话 我们是需要一个经济技术 生活当中所有的原始都有一 既有原始 是我来爱情宝贝战最干的 是他自己亲手把这个承诺器的分析 迷飞牌去路上赌徒 哪个赌博的发过财 不都是家破人往期离子散吗 可说话 我赌博的时候 我朋友真心实意想帮我 你有辨别朋友好坏的能力吗 金力智能手机爱情宝贝战 本期亲情奉献 各位好 欢迎走进了 金力智能手机 E-Live系列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经未知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贝战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金力智能手机 E-Live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海龙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要欢迎来自 真心瓜子和 踏浪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你 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互动的方式 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短信的互动 只要你发送短信到这个号码 就有机会获得由 金力智能手机 E-Live系列提供的 智能手机一部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涂磊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心理学得势 心理专家 于继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百合网的创始人 沐延 沐老师 欢迎沐老师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 今天节目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坎坷 请看 我跟他呢 01年在先人生 06年 两个结婚上 然后就从林女年那会儿开始 就因为这些东西 经济状况啊 各种条件 吵架 今年年初那会儿 他支持我 就开了 开了一个小店嘛 谁也没行 这个店开起来 跟无底洞似的 大话就往里扔钱 后来我就决心了 夏平决心跟他离了 其实那会儿我不想离开 可人家就铁着信了 然后现在呢 就是想着 一个人过着 确实不如两个人 支撑着人家好一路 他说 他会照顾我一辈子 他会对我一辈子好 结果还是被他丢了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哪里做错 我现在甚至不知道 他回头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也许是多了 不离开我 会过得更快乐 当初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分手 今天我们又为什么 要破镜重圆呢 这是女嘉宾的心里话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 男主人工 关键名 29岁 吉林销售 年收几万元 女主人工 秋晨 29岁 男性 各指数 年收入两万元 来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呢 今年三月份 当时你不愿意离婚是吗 对啊 提的时候懵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离婚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呢 就是 09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 有一些矛盾产生了 我们俩年纪都大了 牵扯要孩子的问题 但是我们都在北京飘着 收入也很不稳定 我尝试了跟他沟通 想让他清晰的明白 就是其实 我们如果是要孩子的话 我们是需要一个经济基础的 但是他之后就误会理解 我不想给他生 然后他说我外面有人 提了离婚 说句实在话 我想不通 我没有做错什么 我只是一心想要 经营自己的婚姻而已 那我就 极力的挽救嘛 我什么法都用过 哭 闹 跟他打冷战 折磨自己 没用 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天 我觉得这样耗得有什么意思啊 那我这样跟离婚有什么区别 就想 那就算了吧 我也不耽误你 你也不耽误我 那就算了吧 现在你要求复婚 对 是我 分开这几个月吧 感觉自己确实特别的孤单 唯一能陪我的就是久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 就是自己的老婆能够回来 真的 你说不要就不要 说要就要 不是 当时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你也知道 后期我也跟你说过了 那可是我跟你说过 我会跟你一起面对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些我都懂 什么事你跟他一起面对 他不愿意 我脾气比较倔 有时候跟他一吵架 说到孩子的问题 会比较极端化的 说你没有钱买房东 我们拿什么生孩子 他就带了一些情绪 就跟他父母说 他父母就觉得 我这个媳妇有问题 最后他父母逼着他跟我离 他说在你跟我父母之间 我只能选择父母 跟谁 谁都得选择 对 我并没有指责你 但是我是希望你以后 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能想想别人的感受 做人是需要有责任的 不管你是在婚礼当中 你对我首先就没有责任 怎么能说没有责任 一点没责任 你还跟我生活十年 我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只图你人好 其实我妈一点都看不上他 我妈说他 要模样没模样 要钱没钱 你图他什么样 我说妈 我就图他对我好 我从来没有尝过 那种甜蜜的感觉 多大的时候 跟他一起到了北京 真正跟他一起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是因为我06年 我母亲去世 我妈去世的时候 她说她会照顾我的 然后我才跟她走的 要不然我再不跟她 我当时是发自内心的 真的是发自内心 我也不知道 后来会这样 我觉得你 如果是做了一份承诺 就不应该轻易地 去把它丢掉 至少我再坚持 在努力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又要回来找我 你既然当初做这个决定 我老婆 所以我明白 我不是你老婆 请你 我是你前妻了 以前的 他们就请你 让我平静地生活吧 我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我告诉你 我今天 我觉得我今天 好的 我可以把你 我今天探索电视台这一刻 我就 我这个心里 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你今天能够陪我过来 我想你也应该 给我一次机会的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跟我 重新地走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十年的感情基础 那么你知道 我们的婚姻处 问题处在哪吗 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 我也反省了很多 我曾经确实 有很多也是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真的确实 努力地再把自己改变 你的不对是什么 你告诉他呀 他就说我不理解他 所以说我现在 你知道我要什么 你要的是踏实 稳定 要的是一种幸福 和家庭的温馨 你能给我吗 我现在可以给你 你当初也说你能给我 结果你没给我 我用一个女人 宝贵的十年陪伴你 说踢就踢了 一脚的心肝 可是我现在 好一点了 我又回来找你 就说明 真的我是很在乎你的 我真的希望 知道一句老话吗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吃哪口草 我都不会吃你这口草 你对我的伤害太重了 是说离婚吗 对 你现在住在那儿 北京还是回家 对啊 我在北京 租了一个平房 在他来找我之前 我已经决定年底 回西安了 我不愿意在北京待了 北京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 而且我父亲年纪也大了 我想回去陪他 我的生活慢慢地 已经平静了 他又出来了 我现在跟你回西安呢 我跟你回西安呢 一起陪你爸 我行吗 当初让你跟我回 你不回 我特别了解他 我知道他的喜好 嗯 他一点都不知道 我喜欢什么 我每次出差的时候 给你带一些礼物 我也知道有一些 你不喜欢 我也知道他不贵重 那么你记得 我们是哪一天 你的证吗 你记得吗 二月份呢 二月几号 二月五号 你看他二月一个月得了 那不又是二月五号吗 你看他完全不记得 五号 结婚纪念日他不记得 那你就可想而知 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不是你告诉他一下 不是二月五号吗 二月四号 对前一天 是的 是的 那又想起来了 就不想起来了 想得真及时 你都知道我心大 我做出那些事情 没经过心 你心不大 你心很小 我帮他问问行吗 在你们俩这个 离婚的过程当中 最伤害你的是什么 因为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把所有的情感 和生活世界都偏向了他 在我母亲去世后一年 我父亲再婚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没处可去了 我只能跟着他一起 他又给了我一个 很美好的承诺 最后是他自己亲手 把这个承诺记得粉碎 我就感觉我自己 就是一个破娃娃一样 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哎呦你挺漂亮的 跟你一起玩 然后等到你旧的时候 说是牛八九 我自己那么认为 其实不是的 在我心里 可是你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 当时为什么非必不可 在离婚的时候 他有问我 想好了没有 其实我真的 一会儿想好 一会儿没想好 后来我妈妈那边 就是说 两个人选择一下 就是他俩就跳河里 就谁那个 那肯定我就选择我妈了 我觉得出这个梯的人 真该死 不是年轻人 他腿脚不好使 老人腿脚不好使 是后酒 不是 你为什么不能像 我跟你一起救妈妈呢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会游泳呢 我只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 我不错了 你们俩谁能明确地说 你们为什么离了婚 第一 他不信任我 第二 他对我没责任 那会儿我们俩 吵架的时候 我自己经营店 店的生意不是很好 所以我的收入很不稳定 他就不会关你 不会关心 你有没有钱吃饭 然后他干的 最缺德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有 有那个联名的 那个信用卡吗 我就全靠那个 在超市买东西 结果突然有一件 我在超市买东西 人家告诉我 这卡失效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就跟我说 是啊 我把卡出销了 也是因为这么多事情 滚在一起 让我这对他心 这特地死了 小关你告诉我 你跟他复婚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半年多 是要跟他复婚 还是跟他复婚生孩子 复婚 那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呢 那我已经做好工作了 后边的工作 差不多都做好了 所以说 你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 现在的话 加上提成 去年转了几十万 然后回来就不找他吗 我说可以付首付了 你那店开得怎么样 还好吧 因为 就是跟他吵架以后 我把整个心思 都铺在我店上了 你们俩在没离婚之前 过得幸福吗 挺幸福的 挺甜蜜的 有穷日子的过法 对 穷还欣慕 但是 你真不会聊天 但是就是一切 我其实我自己也存在很多问题 我一直在这段婚姻当中 我也在反省我自己 我确实从我母亲去世了以后 我的整个人 整个性格就发生了很巨大的改变 我可能对他更依赖了 然后给他压力更大 心里已经没有根了 你给我多大压力 都是我自己在给我自己压力 我就想着尽快奋斗起来好一点 然后让你看看 再给你幸福吧 但是我就是没说出来 是你最后放弃的 我一直在坚持 是我放弃的 但是我现在就不又不放弃了 你当我什么呀 老婆 不是你老婆 是以前的吗 现在不是 这节目完了不就还是了吗 谢谢 一定要让我跟他和好 那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知道 你能记起来我对你的好吗 能 说 下班晚上回来做饭等着我 然后我有的时候都不回想 然后一个人在那菜头凉了 这是电影里能看到的一种温馨场面 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知道咱们家有 我真的现在我很弄不 我不明白你这个人了 你是为了挽回我 而把我以前告诉你的 你都在背课文是吗 不是 我希望听到新的 你说的这些都是以前 吵架的时候我告诉你的 新的 有吗 没有 那就是你想不起来 我对你哪里好吗 你觉得我对你不好吗 你对我好 真好 那么我告诉你 我记得你对我什么好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发告说 你陪我三天三夜 你看我就是没说嘛 所以我记得呀 我感受到了 我记得 那请问你记得 我对你有什么好吗 给我洗衣服什么的 就是天天就衣服 我烫好了 让我上班穿 这怎么了 这不算好事吗 我说了 请你能 告诉我一件 我没有告诉 就不是我说的好吗 那我真不知道 请你感激一下行吗 请你不要再 在我们吵架的时候 你你你指着我的鼻子说 就算你对我不好 你根本就不爱我 气话 你知道我的心 其实我心里边 从什么样了 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你倔脾气 对我知道我脾气很酱 你也不会 还是我告诉你的吗 我自己知道 我的脾气很酱 我不告诉你 直到酱 你怎么还老说我的错呢 是不是 小冠 你爱他吧 以前爱 现在更爱 我皮静啊 我火气大啊 没事 男人嘛 多做个锡纸 包火 分开这么 这么几个月了 你肯定也不好受 我挺好受的 我天天过得很开心 反正我是不好受 我挺好受的 我觉得我解脱了 终于不用再 天天面对你了 可是 我不用再天天 给你做饭 不用再天天 等你回家了 没事 以后还继续做饭 真的 不用再每天担心你 做完饭 你还不回来 我还在担心 你是在干什么 不用了 我现在有稳囊了 不像以前你说的 有小孩了 看我没穿休闲 今天 我肯定会对你好 两位的情绪话 也听了很多了 两位的真心话 也听了不少了 我们听一听 专家怎么说 来一起 真心 求比特问卷 求比特说说吧 让我俩好多了 二位是特别特别经典的男女恋爱结婚的一个案例 谈恋爱的时候是疯狂的一个热恋 然后这男的特别注意这个女的 等到一结婚 完了这根鞋松下来了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其实你的这个前妻给你做了很多事情 对对对 但你就是想不到或者记不住 记得住就是记在心里了 不知道怎么说呀 你说我说老婆今天你冷了 他说冷完了还是买不起棉袄 那怎么办 我就只有说拿钱去买完 我说老婆今天冷你穿什么 说一个细节 很多女孩都喜欢考验男人说你在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情 千万别拿这个来衡量男人爱不爱你 因为男人一般喜欢这个细节记录的都不是那么准确 他今天要不婚 至少给他考虑一个机会 老师他是个孩子 我当妈当年今天当了太累了 以后我你当孩子我当爹 我曾经无趣的希望这个舞台上是充满欢笑声 但今天我无比的厌恶大家的笑容 男嘉宾你以为你很幽默吗 没有 你以为你在刻意的引起我们大家的微笑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是在因为你的话 我没有 我没有在让大家什么微笑 我没有感觉到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男嘉宾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刻意的引起我们的笑容 难道不是吗 下面请认真地回答我三个问题 第一 重新面对大家复述一遍 当年在他母亲面前的承诺 就当他妈还在这儿 妈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小陈的 当你看你自己的妻子在橱窗面前 很多东西买不起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丈夫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心里边非常的憋屈 作为我的老婆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 我感觉到自己很窝囊 但是我都把它憋在心里了 我要化作动力去努力 我很欣赏你现在这样认真说话的态度 而不像刚才那样故意的回忆 你跟他离婚的时候你原话是怎么跟他说的 对着他说 咱们两个这样过下去也没有必要 而且包括我们家那边 也都对咱们两个的事情 感觉到前功尽弃了 你也问过我说想好了吗 我说想好了 后来你也知道我是因为妈妈那样 没有办法我才做这个决定 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你眼前所浮现的景象是什么 我浮现的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我告诉你男嘉宾 其实相对于你同年龄的人来说 你算是比较优秀的 故事当中说 你为了自己的自尊拒绝对方的父亲对你的帮助 依然要和他一起到北京一穷二白的重新开始 这点我很佩服你 但是到后来当你们俩在一起一穷二白的进行裸婚生活的时候 你那些所谓的自尊没有自然而然的转化为责任 你以为责任是什么 你以为责任就是终身相守 扔几个钱在家里 真正的责任是要在乎你所爱的人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感受 它容易吗 母亲死了 父亲再婚 然后和你背井离乡 到北京和你一穷小子 一穷二白的开始 崭新的生活 我可以想象 当他放弃一切给你到北京的时候 他曾经有过多少的憧憬 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全部都是你 而你的生活当中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记得所有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而问题你呢 你却不知道的原因 我只想告诉你的一点是 你很多种情况之下 你没有注重到他一些细微的感受 这个承认 对不对 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些 我有一点也承认 其实你们俩之间坦说的来说 要是分了的话 老天都不心感 因为你们俩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过去 你们爱过 痛过 笑过 哭过 看着你们在北京的一穷二白的家庭的成长 每一分美好 你们内心都是欣喜和失落 对不对 对 你们都是在同步增长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分开了 假设你们各自在找了互相另一半的时候 有谁还能够跟你们共同的去经历当初的那种原始感受 那没地笑和那一地苦 没有 如果你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你首先要意识到 你应该比普通的男性要更强 因为普通的男性的妻子不会把自己的丈夫看成是全部 而她把你看成是她的唯一肩膀 女嘉宾有一个最大的律师 你说的太多了 你去苛责她 希望她反省 希望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她或者选择不说话 或者选择开两句玩笑话 给你搪塞过去 问题就终止在这 就解决不下去 所以长久的就淤积起来 到了今天最后就选择了离婚 对 压医的太久了 就有 那么你以后可以选择少数 严厉的柯子 不如温柔的拒绝 她是有潜力的 她也是有志气的 她只不过是在某些情况之下 她确确实实太粗之大业了一些 最后我忠诚地祝福你们俩 千千万不要 像有你们这样的经历的 情理真的不多 谢谢 然后这样好不好 不要轻易地去下一个结论 说怎样怎样 如果换一个角度 当一场恋爱来谈 那个诉求先往旁边放一趟 小伙子 你先 也别那么着急 因为她毕竟还是在气头上 你想一想 为什么图老师几句话 就能把她给说哭了 她是说到她心里去了 如果你知道她的这个心在哪里 你也一样嘛 今天好像亲戚朋友都来了 我不知道这些亲戚朋友 看了你们俩这一段之后 他们怎么想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 我是女方的好朋友 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始终说 劝和不劝分的人 那么到最后 我看到男方所有的表现以后 我就说算了 这就是一个混蛋 她当时就是那么绝情的 不管女方怎么去求她 她都毅然觉得就走开了 我不相信当时这么容易抛弃 你誓言的这么一个人 你今天居然可以这么轻松地 站到现场来提复婚 这半年的时间里 我不知道你想清楚了什么 那么那十年的经历 你怎么又可以轻易地去提这个离婚 而且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说服自己的母亲 因为当时吵架所有的过程 她都会告诉她妈妈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男人 你怎么可以把你母亲的话 全部传给老婆 把老婆的话 那我当时要叫你出来疏苦的话 你干嘛 我没有朋友 你可以 当然可以叫我出来了 你现在帮我 为什么要帮我出去 那你让她以后在你家里 你以后让她在你家里怎么办呢 你母亲可能一辈子都对她有意见 我说句实在话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离婚同样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两个家庭要在一起磨合 我们还没有去离婚的时候 跟她开玩笑 我说 因为确实那我知道 她是因为家里的原因 逼她不得不走这一步 我还跟她开玩笑 我说那你可以重新追求我 我们再重新谈场恋爱 就 最后就 确实这么多年很不舍 确实不要相信承诺 对 承诺承诺 承下来它就不是诺 所以说 很多事情从头开始 你就少说 就看它做 我怕了 你怕什么呢 没有说你这就一定要记在它身上了 你看它怎么做嘛 你随时还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嘛 有自己的目标的嘛 其实你说我不要承诺 我承诺 你拨打什么 帮我承诺 看到了 有这个 是 没有 我 有 所有的 皮包 抬上来 了 嗯 嗯 哈哈 好 你洗脏洗 西装洗干都没有啊 没事 我要让扔掉 洗干不能扔掉 你早上哪 你马上就进入转 你踢我 杨小熊 学姐恨 行吗 行了行了 赶快接下来黄金六十秒 你原谅我不就完了吗 来 黄金六十秒 学姐恨 希望你能够回来 我知道在这里说再多的话都没有用 这些日子我自己过得也特别的孤单 你知道吗 我没有人陪 每天在酒里边 我每躺在床上的时候 都是咱们俩 以前快快乐乐和吵架的日子都有 我知道自己哪里做错 我以后会改 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其实就像你当初跟我提离婚的时候一样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跟我离婚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跟我复婚 我现在被你弄得整个人很混乱 我不想想起以前那些事 但是 就跟电影胶片一样 在脑子里不断地过 不断地过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把我整个人弄得很混乱 我不知道你这一次跟我说的这些 是跟你当初离婚的时候一样 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孙生 不一样 我会长大了 已经为了深思熟虑 不清楚 是因为心里还有爱 因为有爱 所以还有恨意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给他一个机会 就当重新恋爱一次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何愿把他关在门外呢 两个人都去触摸一下 也许挺好的 就把这段经历 当成你们两个人 更好的一个开始吧 现在请两位转身 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 去吧 来 请关门 如果还有真爱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大家的希望是什么呢 是希望他们重新来过 还是就此分手 来 请选择 百分之一百的人都希望他们能够重归于好 来 我们一起来说五个数 看看 秋晨的选择是什么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请开门 三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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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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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段时间跟我那个拿了一万块钱 说是那个什么他母亲生病了 就这两天然后又给我拿了三万块钱 你就觉得作为我 就未来的儿媳妇就算 那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应该去回去跟他看一下 他老是就那个退三走四的 后来他去拿货的时候 可能手机就突然间就落在桌子上 正好来了一条短信 余哥的钱已经收到了 谢谢你的帮助 我一看这事抵赖不了了 我就把这实话都说了 交往这么长时间都互相都特别关爱对方 结果因为这点事 尤其是说谎的爱人 你要我可怎么相信你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里 来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鱼33岁 来自吉林 是一个个体户 年生是八万 女主人公小丽32岁 来自四孟子 也是一位个体户 年生是三十万个 来有请合庆来位 你好这个 你好 这个小片里说 把钱寄给谁了 前女友 为什么不直接跟她说呢 因为前女友得了障碍性贫血 当时因为我在北京 可能条件也不特别好 我怕直接跟她说 她就不能借我 你没跟我说 怎么就知道我不答应呢 我不同意呢 人命关天的事 你要如果说真真心心地跟我说 跟我商量 我借了一万块钱 怎么就不行 来位交往有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多吧 怎么认识的呢 08年 然后那个 我有一些小师弟 是做那个装修 原来那个 他是做这个 蒙窗业务这一块 在业务方面 然后有一些频繁的这种接触 这之前 我也有一个这个 前男友 觉得我们事业发展的 还算是不错 日子好过的时候 可能都觉得 两人感觉都特别好 那么一旦就是事业 做到有危机感的时候 私心特别重 他把原来的就是说 我们一起挣来的钱 包括还有我们要过来的账 通通都要走 然后就了无音讯了 当时我就懵了 那个时间 他是经常那个安慰我 然后也会给我打电话 问问我 就是最近的这种情况 等于是他患难的时候 你帮过他了 是吧 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过了段时间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 他开了一个浴室店 需要找个人帮忙 这个时候 我感觉应该帮了他 然后就把那边工作给辞了 过他那边来帮忙 那段时间 我挺感激他的 因为我还没有 从那种痛苦的怨怨里边 走出来 精神包括 思想都特别的低落 压力都特别大 其实我多次想到过 就是说 能看能不能让小玉 过来帮一下忙 之前对他的印象 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的为人善良 而且比较会关心人 尤其是特别的细腻 其实有时候也挺风趣的 我从03年到现在 在北京 看着我挺光鲜的 但实际上 还是很需要有一个 荣雅的这个男同志 能够在心里上 能够支持 这个可以吧 这个怎么说呢 过不去了 就 一年多 毕竟人和人之间 都是有感情的 而且为了他 我也改变了不少 尤其是像性格方方面面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管管事业 做得大还是小 我觉得还是应该 像一个小鸟一样 给一个男人 能够有一点点温柔 你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 你感受到的话 你会因为几万块钱 骗我吗 因为另外一个女孩子 不是 这事我问你 你不能说骗那词 那你如果不是骗 你说是什么 我这属于善意的谎言 那欺骗我什么 但是你不能用欺骗那词 那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词 你说 我是救人家 你可以调查去 是不是 你觉得没有那必要吗 我没拿的钱 你现在只有误会 你知道吗 我没拿钱 我觉得这就是欺骗 或者是什么的 你可以调查一下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个这样 其实我特别想跟 于先生说 电话我们确实也打了 调查也调查了 其实问题的根不在这 但是为了先让女朋友 先有一个所谓的 心理缓冲和放弃 我们先把这段采访 给你听一听 好不好 来 我呀 是鱼哥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我们俩以前也去过一小段 可是后来呢 也就拉倒了 后来呀 鱼哥走了 我们俩也挺少联系的 我的兄弟啊 一直一直都很好 完了呢 就没有突然查到来 得了半生 加一修平学 他们老是全了 也挺不好 后来亲密朋友啊 也拿人帮我做钱 完事吧 估计有人就把这事 告诉我一个了 出于这么多年的朋友吧 他挺担心我的 还给我寄了一万块钱 嗯 真的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之后呢 一万块钱啊 就发没了 但是这病啊 也 没事好 后来他再没着呢 我就给女子打了个电话 一个电话以后啊 就说你别再去 我再帮你钱 我办法 没想到呢 过了两天 还有真的给我用的 寄了二万块钱 当时啊 就算是进入了钱 我心里每天就赶去了 可是没多久啊 就听说 预哥和他的女朋友们 因为我只是闹分手的 我是不是成了这个 聚人了嘛 其实呢 我只想跟你说呢 预哥这是个 特别特别好的人 也特别特别的 做严重力啊 我们他们呢 就是好朋友 普通的朋友 我呢 也没办法 也听到这事了 预哥帮了我一下 至于这些钱呢 我一定会 提款还给你们的 我特别希望你们呢 能早点和好 其实我觉得 这段目像 并不能代表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受伤害的 是我这颗心 但是我特别 注意观察了一下 其实你听这段 录音的时候 你比谁都听得认真 说明你还是在心里面 在乎这个男人 或者说 在乎这个事实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 跟小鱼说的啊 为什么他会有 这么大的怒气 并不在于这个钱 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 这种感受呢 我们要听一听 专家们的分析啊 来一起 真心丘比特问卷 余老师 为什么女嘉宾 会如此在乎这个 我们搞心理学的 就会往前倒 他成因是什么 因为他之前 前男友呢 骗过他 所以呢 他内心里面 就有种提防 如果没有 前男朋友那件事情 他可能对这件事情 看的会淡一些 因为有前男朋友 那件事情 所以把这个事情啊 和那个事情 累加在一起 所以觉得这个事情 就了不得了 其实你想一想啊 于先生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能帮到你 那个时候呢 你们俩还不是男女朋友 那也意味着啊 我们的于先生 就具备这种 帮助别人的这种习惯 它不仅仅会发生在你身上 它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欺骗 有动机和行为的分别 对他而言 他的动机是想帮人 但行为是骗人 所以呢 我们把它分开 他有骗人的地方 但是我们考虑一下 他动机是什么 这点请供你参考 那我问你家 第一个问题吧 如果说这个 你们一块看电视 说又买块又发水了 然后呢 你们俩一刷 说捐一千块钱 过了一个礼拜 那个地方发水 发得更严重了 然后于先生呢 就觉得还得捐钱 但怕你不同意 然后就憋了 刚才说的那些话 然后捐了四万块钱 给在区 事后你知道了 你什么感受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在没了解事情之前 可能会有一些气氛 如果了解了之后 那我觉得我真的以他为柔 但这是两种情况 都不一样的 问题就是一个是捐给了陌生人 一个是捐给了陈女友 所以里面是有一个情感的竞争在里面 而并不在于他所谓的说谎 去找你要的四万块钱 问题在这 所以说就是当时 我就是没敢跟你说实话 就是这种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理由 我跟你讲 小鱼显然是一个善良的人 是个有情有义有爱的男人 但是这种爱 这种帮助 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我质疑你跟小鱼之间是不是爱情 在最开始的时候 赵川老师问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 把钱借给了前女友 我本以为小鱼会这样回答 因为我害怕 怕他误会 他会伤心 而结果呢 小鱼是怎么回答的 我怕他说了 他不借给你 说明在这个问题上 他亚根没有把小鱼当成自己的女人 他亚根就怀疑 他是否跟自己是志同道合的 先相爱再患难与共 和先患难与共再相爱 这是完全两回事 前者是因为情投意合 而共同地面对奸险 后者是在患难与共 彼此之间志同道合之后 才逐渐产生了情愫 所以我认为小鱼和小丽之间 或许有感情的存在 但那一定不是我们所说的男女之间的爱情 但是你说我对他俩不是真的 那你是说 好那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你今年是33 对对对 你为什么会没有一分钱存款 我跟你说 任何事情有 如果我能帮到 尽我最大努力 我就帮你 好可以 第二个问题 就像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如实向他说把钱借给女友 人家当医院着急用钱 我如果说我女朋友 有病了 前女朋友 有病了 不管借钱 她不借我 那边她家挺困难 你知道吧 没有钱探病了 救人命 我只能找个最安全 最把握 这成功力能 你还是不信任我 说来说去 当时因为什么 你以前就被男朋友骗过 所以说我就怕 我跟你招职 你以为我要骗你 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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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平静一下 其实那个地方 我们知道是他的伤口 就是跟爱的人做买卖 他被他前男友骗的 对 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一个 又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他恐怕现在想的 并不是这四万块钱 而是如果未来 我们俩真的继续往下走 关系发展的越来越好 甚至到结婚那一步 这个人是不是会 原来其实我 更大的东西会骗我 会蒙我 是这个信任 好像有危机了 我其实刚才就想向 沐妍老师请教一下 一般就是这种 夫妻老婆店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什么呀 我的建议是 最好不要开那个夫妻店 对 因为他是把情感关系 和那个工作关系 混在一块儿去了 所以王老师 比如说工作当中 两个人其实有一些争论 是很正常的 但这个争论又影响了 你们两个人的 夫妻感情有可能 那其实会搞得很复杂 但是我觉得 创业的初期 是可以考虑说 两个人不光互助一些 但是我觉得 做大以后的话 可以有一方 主要来经营 那时候 视野已经平稳了 另外一方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会主要照顾家庭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稳妥的一个处理方式 其实我觉得那会儿 我那段 就是说破碎的感情 我真的还没有恢复 我能在那么短时间内 我接受他 我确实看到他的真诚 我原来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恰恰没有想到 我们相处了一年多 然后他是因为在亲情上 然后我们出现了误差 在没出这件事之前 两位的关系怎么样 那段感情我也挺留恋的 在北京这几年 其实没有人就是这样对过 像平时要说我生病了 比方说端背热水 或者他们就说 给我拿件衣服 这都是我原来没有感受过的 只有就是在小鱼 小鱼很体贴你 对吧 对 你在他身上得到了什么 我认为是真爱 毕竟是受过伤害的人 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 我其实真的 我特别提醒您 就别说这样的话 因为问题都有两面性 现在的问题其实很直白 就是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什么 其实他很明确的 说出了需求 和他感受到的东西是 他体会到了温暖 那你跟他在一起交往 就是从纯情感来说 你体会到了什么 跟他差不多也是 家庭那种 我觉得事发的时候 从来没有像那样 有那种语谈 或者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也要背着我 然后去发短信 打电话什么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意到的 有点失望 真的 他现在在回答这些 我觉得也没有意义 下面我想听一听朋友们的意见 来 踏浪 旁观者 您是 我是女方的表弟 我是一个 一个目的不存 我一开始 我感觉着 一个确实 很关照我姐 但是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让我感觉 就是不能接受 其实你姐要的是 一个有伤有量 小鱼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 我认为我做的正确的事情 你要无条件地帮我 这是你自己想象的 这是 那你这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这这点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呢 我刚开始已经跟你说明了 着急 没想那么多 只想把钱借到 借到手上 你想过我的心 哪个人想法不一样 当初 当初 我就说你考虑考虑 我就是那边 那边着急 做手术 就等用钱 我怎么把我把钱要了 我给你资病 当初我就这么想 你现在就想着资病 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是吧 那我就不用跟你谈了吗 两位 能不能不吵了 听我说一遍 大家现在说的不是一个问题 你们把这个问题全给切割了 第一个问题 你来回答一下 好人等于好丈夫吗 不一定吗 没有人说你是坏人 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今天的核心命题是 于先生是不是一个适合 小丽女士的好丈夫 在他心目里的好丈夫 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个有伤有良的 对不对 互相尊重 你碰到事情 互相尊重 不要骗我 这是在他世界观里的一个好丈夫 你现在的做法 改变了他 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同时也等于是一个好丈夫的印象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说 我希望做一个好丈夫 对不对 对 OK 如果是做好丈夫的话 已经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了 你就应该真诚的去道歉 我是这么理解的 嘉宾也好 亲友团也好 小丽也好 我听的是 就是因为我在骗他 我就不喜欢这个骗这个 骗这个字 在这个问题上 你有没有撒谎 撒谎了 撒谎是不是一种骗 不算骗 撒谎是个大错误 还是个小错误 撒谎分那个善意的 还有说是 是不是不善意 你看我还是没法跟他 跟他说这事 你看这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 有好多就是那个善意的谎言 是不是 他要求 你这善意的谎言对象不对 你知道吗 不是大马路上一个人摔倒了 这是你的前女友 是要跟我见着老公的一个人 你看 能一样吗 我能跟你敢跟你说吗 你这一说 你百分百不借了 是不是 我更不跟他 谁说的 啊 你要跟我说 我会不借给你啊 那你要是说 你怎么就两个不借给你 人面关系我不借给你吗 都别吵了 我觉得都在情绪里 你们俩都静一下 其实主持人 你们要再往前走 我觉得你们真还应该 好好的 可能你们还是没有 真正就是套到我的希望子里 我不是因为他就是说 欺骗撒谎 或者是因为那几万块钱 我现在就想弄明白 我谈第一个男朋友 没有关注我 没有关心我 没有真正就像其他的男友 然后真真心心地爱过一个女人 但是我遇到的这位 我就想 你到底喜欢没喜欢过我 就为了一件事 就因为我对你的感情是假的吗 我觉得肯定是 肯定感情上是有问题的 不是在于你几万块钱 不是在于你跟我撒谎的问题 得 已经开始自我否定了 余先生 你认为这个事是很小的事 对不对 但是在他的心里 这个事已经比天还大了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一直试图对话 想让你意识到一点什么 是说 对于这件事 他十分的在意 请你去注意他在意的态度 去修正你的方式 现在两位如果都保持着过去 固有东西不变的话 那么这个僵局到最后就是个分局 只有两个人做了一定的调整之后 僵局才有可能变成活局 仔细想一想后面那一分钟的表白时间 你们应该跟对方说一些什么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小丽 自从咱们认识到现在 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 可能我方式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真心 小丽你相信我 我对你的爱是真爱 我希望咱俩能够白头到老 我错了 我知道撒谎我错了 原谅我了 其实这段感情 对于我来讲真的 也不要争取 也不要留恋 但是目前我总感觉还是比较恍惚的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受到的那种关 我觉得都像一个泡影一样 一吹它就会散 一点都不牢靠 我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相信你 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这个日子里 我还怎么样再去跟你去默契的去生活 所以我还是想 评估一下我 我这个比较受伤的心 对于现在这个问题 我不想做出任何的选择 两位都应该相信自己 对于小丽来说 要相信自己 是有魅力的人 是有人爱的女人 对于于先生来说 要坚信自己是一个好人 现在两位可以请回了 来 请关门 大家觉得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来 各位请选择 现场有33.33%的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订婚 大多数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就此分手 看来在这个恋爱当中 大家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坦诚的 那么 主人公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一起 5 4 3 2 1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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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余先生在现实生活里如何去表现 可能才会成为这段爱情 是不是能继续往前走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真诚恐怕最重要吧 恋爱中的人 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面临着怎样的困惑 来请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东春 好漂亮 漂亮 我们两个当时是他朋友介绍我们两个认识的 感觉挺不错 后来就到一起去了 在这个期间我认识一些烂七八糟的朋友 没事我们就赌博 最后把所有的钱都输了 我很气愤这样的男人 没必要跟他再待在一起了 其实心里特别难受 然后他还帮我偷偷地玩了三百块钱 没想到最近他又好像跟以前的朋友又联系到一起 如果他再战然赌博的话 我就不可能会跟他在一起了 我怕有一天他会把我输进去 曾经陈静瑜赌博的你现在会真的出来吗 我知道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还在讨论上一队的话题 刚才那个是因为一个谎言 因为一段欺骗导致了情感的不确定 而现在这位呢 是因为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他的女朋友不相信 他是否能改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白东初二十四岁来自山东 是一位绝活演员 您收入十万 女主人公张平 二十四岁也是来自山东 是做个体生意的 年收入三万 来有请国庆两位 绝活演员对吧 对 你的绝活是什么告诉大家 我从小喜欢武术 在十一岁的时候 我看主下影片当中 可以用扑克牌 就是说上任的精彩桥段 从小就喜欢上了 我的梦想就是 能与扑克牌有关的职业 没想主播 等一下啊 我先拿个东西来 带扑克了吗 看看你的扑克可以吗 这个有什么特别吗 这个扑克 普通扑克牌 据说能切黄瓜是吧 怎么个切法 这你手拿着 我手拿着 对 我拿哪啊 就拿着 这这这很危险的 对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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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滑坡 喝滑坡 来来来 走孙子 从小就喜欢这个是吧 对 怎么就堵了博了呢 因为平时我出了多一些演出活动 就是和朋友一起玩 有一次他们把我带出去玩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当然一看原来是打牌 当时就是说只是看 没想去堵 然后正好他们有一个人走了 就让我非得上 我也没多少 就感觉都是朋友 不能惹他们不高兴 然后我就上了 之后他们每次打牌都会叫上我 然后我就跟他们越玩越上瘾 越玩越大 输了多少 有一次和一些不认识的朋友 他们可能对我下了手咬 然后我输了五万 求情疼的想赢回来 就想到越输越多 把所有的钱都输了 十赌九诈 你不知道吗 哪个赌博的法国财 不都是家破人 王七里子散吗 你现在是不放心他 怕他再赌是吧 对呀 我帮他把电话卡呀 把那个朋友全都断绝关系了都 我帮他黄了钱 我为什么呀 不就是让他脱离那个关系吗 脱离那个圈子吗 他现在又那样了 打电话经常找不着人了 很长时间才给我回电话 然后就跟我说 我在演出 我不方便接电话 你是害怕他又变回以前那样 还是他确实现在又跟以前一样 现在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竟然出去演出 然后我钱也不知道哪去了 问他干什么了 他也说不出来 也拿不出什么有利的证据来 我朋友真心实意想帮我 你别以为那是乱七八糟的朋友 你那些朋友都是些什么朋友啊 100个朋友不说有99个坏的 也有80个 你就是不相信我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你啊 他赌博你想到我吗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啊 他后来告诉我 当时我真想掐死他 对不起 你不要老跟我说对不起 我来不是为了让你说对不起的 我说我做网站你也不相信 那你做出网站来拿给我看呀 我说我给我朋友打电话 你说不用打 你那些朋友我一个我都不相信 我承认我有一些朋友教育不慎 但是现在我已经变得很谨慎 不是他现在问你的问题是说 你出去演出了对吧 对对 你怎么你钱在哪 钱呢 对钱呢 我想发展一个飞牌的一个运动 做自己的谱口 所以说之前要投入进一些钱去 然后还有一个飞牌网站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 你也没说什么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拿钱去做那个飞牌网站去了是吗 投了多少钱三万多三万多啊 对是你最近演出挣的钱啊 对 你最近演出不只挣了三万多吧 你上个月跟我说的差不多 对之前那上上个月呢 我是不是又跟以前那些赌博的那些人一起玩去了 因为我发展这个 比如说平时他们给我做网站 我要请客吃饭 他们毕竟对我那么好 你们俩交往多久 快一年了 你对他还不错是吧 你问他吧 你女朋友对你怎么样 非常好 就是说 别说好听的 这女朋友够厉害的了啊 这不是我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 你担心他又学坏了是吧 对啊 那你今天来这干嘛的呢 我就想知道 他现在有没有跟他以前的那些朋友走到一块去 然后我想知道他那些钱哪去了 都能回答了吗 可是他没有拿出什么有利的证据来啊 我就不相信 知道经过赌博这件事 你心里有阴影 不希望我跟任何朋友交往 我不是不希望你跟任何朋友交往 我只是不希望你现在在 待在这个圈子里跟那些人再在一起玩 你希望他做什么 我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当的工作 就别再做那什么飞排表演了 对 我从飞排到中不能找到自信 我坚持了那么多年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我以前挺理解你挺支持你的 可是你让我太失望了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要求呢 我现在听明白两个要求 第一是借赌 第二就是借圈子 对 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对我好点吧你 你天天给我打电话 除了说你那些飞排 说你那些演出 你还说过什么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也没问过我 一接电话 没说两句就说 我在哪哪哪哪演出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兄弟又做哪个视频 关我什么事啊 我给你打电话 不是想听那个 你想听什么 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起码安慰两句吧 说两句好听的话吧 你说飞排当饭吃吗 他喜欢啊 那他喜欢 他跟飞排过来 他要是这个一个月 你说他演出 这个两三万 收入不错了 收入是不错 可人完了 人都赌博去了 我现在改了 我不相信 你一天都挺在乎我的 我也知道 所以说我现在改编也挺多的 我希望你别那样参与我 行吧 我们老师们怎么看呢 来一起真心秋笔科目见 我觉得张宾这个女孩挺不错的 你对她以前的赌博行为 至少是可以宽容的一个接纳一个对待 但你是怀疑现在他是不是还有这类似的行为 所以我出一个搜主意 就是你要去演出什么的 你跟那个张宾说一下 说我今天去哪个演出了 跟他打个招呼 然后你呢随时可以进行飞行要检 但是这个是暂时的 可能持续几个月时间 通过这个呢 来建立你们彼此的一个信任关系 我们两个是在两座城市 不在一个城市 那有手机采信 打完电话之后马上拍一张照片 说我在现场的 对我让他看微博 看了演出有 但是赚的钱不知道哪去了 我一一给他说出来了 但是我都说不过他 你不要说啊 你把它写下来啊 记账啊 这样给那个张宾来看 我想他也会更加理解你的这些钱 就能花在哪去了 南方赌博成瘾 所以对你而言呢 你必须得接受人家的怀疑 因为这个赌博成瘾的人爱说谎 但是有一点 对于他的事业 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支持的 因为他是一个没自信的人 事业是他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担心他身边的那一群人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断绝环境 而让他去成长 他到另外一个圈子 如果他自己不好的话 还会出问题 在这个期间 你可以多关注一些 让他把赌博成瘾 这个问题真的彻底断绝了 我觉得赌博 他不像是抽烟啊 喝酒啊 说戒他就戒了 他很难戒 然后就算戒了也很容易再陪戒 他确实是很严重 这个案我也说了 但不至于像你说的 这个十年二十年也搞得不定 那个没那么严重 所以对赌博这事件 既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刚刚我也说了 你必须要被怀疑 这个逃脱不掉的 但是你也不要把它拆掉 这个业对我打电话 我也很接受他的这种 对所以你必须要接受 因为你刚才说了 你既然犯了错 绝对不能拿几句话来搞定 必须用相关的行为 你两个月犯错误 可能你有两年的时间 才能证明他信任你的 这是必须这样子的 赌博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他的不确定性 但很可惜 我们都只看到了 不确定性当中的赢 有那种快速获取的那种快感 却没有承担输的心理 大家都输不起 其实我们说人生是赌 爱情也是赌 但是这种赌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种脚踏实地地 积极获取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如果你要让他信心满满的来对你 那么你就必须做出一些东西 让他来支持这种信心 还有一点 虽然我很支持 于老师所说的 你这人确实是没有自信的人 你甚至一直说话的是低的头的 迅速地让你脱离这个飞牌 很显然的生活当中 你会变得很虚无 但是飞牌不是一辈子的事业 显然它只是一种兴趣和表演 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在非凡的过程当中 自学一门东西 学一门手艺 扎扎实实地情和老婆联系 多汇报自己的状况 你是个有前科的人 所以你首先要像于老师所说的 要勇于被怀疑 第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什么时候你在他心目当中 变得完全健康了 完全是一个可以托付医付的男人 完全值得相信的时候 你才可以被解放出来 你不善于说 你完全可以做啊 我一直都是做的 你做了什么 你说给我听听 我一直在外面演出 一直在外面赚钱 一直也是想着他 那他需要你信任的那些东西 你做了没有啊 我现在还不成熟 我做不了 怎么做不了呢 就像沐妍老师所说的 你每天挣多少钱 花多少钱账本 你不能写吗 你不能记账吗 而且这首先不是给他做 是给你做的 你要成为一个会理财的人 我会偷做 尤其对于自由职业者 你的收入是不稳定的 你还飞牌飞一杯 你都需要一个好好的理财 你除了飞牌之外 你自己有没有自学一门东西呢 你现在飞得动 你以后还飞得动啊 我拍了一个飞牌小电影 他非常喜欢 这从我主播之后 我喜欢那只是娱乐呀 你可以去找一份稳当的工作 然后业余时间发展飞牌事业 这个 给他一些时间 让他去调整 他喜欢我也不是不支持他 他可以找一份稳当的工作 业余时间去做做飞牌也可以呀 毕竟飞牌不可能说是 一辈子当饭吃 也是一个青春饭牌 这件事情啊 咱把它分成一二三 哪个最重要 我觉得目前 借赌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事情 再一点点来 你都管过去 他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他现在赌博这事 他都说不明白 你做他经纪人不可以吗 我都不想让他在这 这个地里边发展了 我怎么可能去做他 现在毕竟一个月两三万嘛 一个月两三万 他毕竟也不能这样吃一辈子 那你既然选择了一个这么可爱的男人 你就要付出啊 我也没有不付出 可是他每次都觉得我付出是应该的 他从来都没有往心里面去想一想过 他说他不会说 他只会做 但是做我也没感觉他做过什么事 至少他今天还在这 低着脑袋说我改 改没改咱不知道啊 至少人低头了 至少人家说错了 对吧 我们来听听朋友们的意见 来踏浪旁观者听 我是那个女方的姐姐 对于小白 我只能说 他这个人就是比较自我 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妹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他都很少关心他 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妹在一起的话 你就戒掉 赌博 我不赌了 我真戒掉 我们有一段妈妈的采访 你听听吧 小伙子 老太太说话了 要体谅 要互相信 我妈很年轻 在年轻也得叫婆婆吧 她不到时候 你这个表态确实让人比较疑惑 确实她有点不放心 姑娘我倒劝你一个 让男人有点自己的事业恐怕是对的 现在你实际上面等于让他 断了求生手段 对吧 让他换行 这是第一段 第二是要断了所有的朋友 断了圈子 并不是说断了所有的朋友 只是就是跟他一起整天没事瞎打屁的那几个 那个章品是这样吧 其实一个人能改变另外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 你能把他记住那件事管好了就不错了 所以我经常会说 女人经常是改在委员会的委员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改了一辈子 也改不了不生吧 所以呢 能抓住一项事情 抓住最重要的 就OK了 剩下的就是你来选择他的 小白呢 别让他总说管这管那个 自己主动点 把行为拿出来 过一段时间 他相信你了 就OK了 想一想 小张也是这样 我相信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他非盘那一部分也是吸引你的一部分 或多或少都有的 现在要把他所有东西都决断了 那他还是过去那个白灯春吗 我想也许不是了 想清楚 向他清晰地提出你的要求 小白也是一样的 来 一起 黄金六十秒 小米啊 我们两个人 久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非常了解我 是你给了我自信 你鼓励我 让我勇气去爱你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我做了很多很多错事 是你都原谅了我 也没有放弃我 我很感动 心里很难受 现在你不信任我了 我心里更加难受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爱你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每次都说让我相信你 让我相信你 可是你拿出什么事 做出什么有利的事 让我去相信你 你说你天天保证这个 保证那个 给我承诺 你天天就忽悠我玩是吧 既然你说你那么爱我 想让我幸福 难道你就不能为了我 去放弃一些东西吗 如果你再这样 继续下去的话 我不知道我 能不能再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 我只是我真的很累 我也不想再 这么累的过下去 我想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你相信我最后一次 好了 时间到了 付出了那么多 真的从开手 其实还挺可惜的 为什么不能再相信一次呢 来 两位 请回 请关门 女朋友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借口 当然我们都支持 另外一个让男方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觉得这个可能现在还为时过早一些 大家看好他们这段恋情吗 觉得他们是订婚呢 还是应该分手 来 请表决 现场41.38%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分手 那么这对年轻朋友 他们自己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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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往前吧 是你的选择吧 对 没人拿枪逼你对不对 没有 那你干嘛不高兴的样子 还是舍不得对吧 对 还是爱他对吧 对 那就好好帮助他 而不是去责 小白 搞对的情侣朋友 来小话筒 快 过得不行 来拿戒指 这就给我 牵着妹妹走吧 谢谢你们俩 怎么了 不能带什么 给我往那带呗 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 跪下 请一个嘛 感谢天津东宇佩吉钻戒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分钻戒 感谢金力智能手机一系列为你们提供的智能手机 刚才我听见了他命令他单膝跪地就跪了是吧 这个在家里说什么就一言九顶的感觉好吗 好 好 好是吧 对啊 只要他拉赌博借了什么都可以 借赌吧 孩子 借了吗 放学借 看好的 放学借 走吧 祝你们幸福 有人说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场赌局 因为在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都有一种不确定性 但是他跟赌博不一样的是人生排斥的是投机 而是真心的付出 尤其在情感那条道路上 只有当你真心付出的时候 你才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感谢你说看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